各位觀眾這太誇張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當歸 歡迎來到我們的原味生存系列的第九集肉屋 那我們上一集不是去廢棄礦坑探險 然後挖了非常非常多的鑽石嗎? 鑽石挖寶寶啊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就是要來處理 我們去廢棄礦坑拿到這個螢光煤 那這個螢光煤現在只能在洞窟 或者是廢棄礦坑才可以找得到 然後這個螢光煤它可以隨意放在這個完整的方塊底下 它就會一直長一直長 它可以長26格的高度 螢光煤這個藤蔓其實是可以爬的 你看是可以爬的 所以它跟藤蔓是一樣的差不多 然後它長出來之後那個螢光煤它的發光亮度是14 是還蠻亮的啦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要來做螢光煤的收集裝置 然後順便把1.17鐵軌複製機給蓋出來 那1.17的鐵軌複製機好像跟1.16的鐵軌複製機好像是做法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把東西準備一下我們就上去做吧 把漏斗跟箱子還有活塞還有偵測器拿上去 應該這樣就夠了吧 還有一些石頭隨便的石頭 軟身板也拿一拿好了 身板也蠻多的 好那我們就上去做唄 然後這個是鐵軌複製機的雛形啊 就這樣我測試過是可以用的 來給各位觀眾看看啊 有沒有狂彈欸 超誇張 它是所有的鐵軌都可以複製喔 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私下有稍微測試一下確定是可以用 所以我才把它放在這邊 那我們的機關生產機放在哪裡 把這邊挖開嗎 我要幾格的高度 1 2 3 4 5 5格 所以這邊都要把它產掉 嗯...我們繼續產好了 我也不知道多大 就這樣吧 然後這個螢光煤好像也可以餵給狐狸吃吧 它跟甜莓是一樣的 高度5格應該差不多 之後就可以用這個螢光煤來複製家裡了喔 哈哈 這樣就不用擦什麼火把也不用點什麼燈喔 這種螢光煤就好了 喔大概這麼大了吧 嗯...會不會太大 我覺得好像太誇張欸 好啦不管了 我們就開始弄吧 然後這個水塗布把它填起來吧 因為每次走過去的時候都會踩到水 然後我們從這個開始挖 1 2 3 4 5 因為後面要放紅石 所以我們還要再挖進去 三格的深度吧 啊忘記拿紅石坡吧 算了等一下下去拿好了 好各位觀眾大概是這麼大吧 我覺得好像有點太誇張了 直接蓋吧 那這個地方 因為我不想給它用這個泥土喔 有點醜 我們稍微給它換個方塊吧 換這個方塊 全部給它黑黑的齁 我覺得這個深板也蠻好看的欸 說實在 然後把這邊 欸這個地方 種這個 發光煤啊 它也可以用 骨粉喔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這個周圍的地方 也給它放這個 給它統一性吧 哎呦 放了馬上漲欸 還不錯喔 欸 走開啊 擋什麼路啊 應該還要再一格 因為要把它圍起來嘛 嗯 大概是這樣 然後 這個地方 把它挖掉 全部把它換成漏斗 那這個地方要放箱子 那這個地方把它挖掉 這樣我才可以開箱子 箱子 漏斗 啊 丟出去 然後 我們要開始蓋了 所以這個 偵測器 要這樣朝這邊 它 長下來的時候 它會發訊號上去 給上面的火塞 它就會直接把它推掉 欸 不夠 我可不想再去地獄啊 很好試狗 呃 我們先下去拿紅石火把 然後這個地方 全部給它放上 紅石火把 這樣子 一個方塊 然後上面紅石火把 然後你只要放這邊 它的那個紅石火把 就會熄滅掉 欸 為什麼不會 欸 欸 啊完蛋 不能這樣子用喔 還是要往後面一個 啊 啊 囉嗦 這樣子咧 欸 為什麼不行啊 奇怪 對啊 為什麼 到底是為什麼 喔 喔 我們拿東西器好了 順便也把他們的訊號 給分開 39個紅石 東西器應該是夠啦 來吧 這樣子試試看 來把他們的訊號 給分開 這樣子 然後再放 紅石火把 這樣應該就會有了吧 欸 欸 欸 為什麼啊 怎麼這麼奇怪 喔 有了 喔太短了 訊號太短了 所以他 沒有反應 好喔 還還還還還還會這樣喔 好我們把 這個訊號分開 其實不用這麼麻煩啦 你只要想著把底下 喔 長出來了 喔 按右鍵就可以下來了 你只要想著把底下的 這個 偵測器的訊號傳到 第二格的活塞就好了 然後全部 兩TICK 上面放 紅石火把 然後在這上面再放 格方塊 隨便的方塊 只要能充能就好了 然後在上面再放 紅石火把 這樣子 因為他這上面都是熄滅的嘛 所以 欸 這一格就是活塞 我們先放活塞好了 活塞 第二格的位置 好 哇 這邊上去好了 來這一格的位置 放 紅石粉 不要 動機器好了 這樣子他才會分開喔 我們這樣子試試看 換一個 喔有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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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欸 nice nice 很棒 因為我希望 他只要啟動 不要全部都一起推 因為可能 有哪一些地方他還沒長好 喔這個長好 然後推這格就好了 就把它分開來啦 因為如果全部一起推的話 他這樣產能會變很少很少很少 大概是這樣 這是我的想法 ok 然後裡面放 這裡面也不會生怪 其實 不用插火吧 但還是這樣給他亮一點吧 然後這邊用不到 把它圍起來 然後把這邊圍起來 哎呀 應該也不會維修了啦 就這樣吧 這樣子還不錯 那我們去拿玻璃 把它造起來 我們就完成了 好快喔 好我們去拿玻璃 拿玻璃拿玻璃 我們來試試看用骨粉 好不好 看看他會不會正常運作 而且我現在根本就不用挖沙子的啊 我那個村民可以交易玻璃耶 還不錯 又有一個沙漠免於滅亡了 對齁 要拿骨粉齁 到底在幹什麼 來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哦哦哦哦哦哦哦 哎呦 哎他不能長大耶 他就只能 哎他會卡在這上面哦 忘記補了 這個也要把它鋪起來啊 他沒辦法長大 應該說他沒辦法長長 他只能 哎讓你有果實而已 原來如此 啊如果他這樣子 退掉會給果實嗎 我們退退看好了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耶 我只知道怎麼蒐集 來 哦可以耶 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好那就直接把它關起來啦 各位觀眾我們的螢光煤生產機 就這樣子完成啦 是不是很簡單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來完成我們的 鐵鬼複製機啊 想必各位觀眾都知道冬瓜 哈哈也會蓋一大堆大盜 所以鐵鬼是必須一定要蓋的 我們馬上來蓋吧 然後晚上睡覺 然後哎 我要跟各位觀眾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你知道村民啊 他很很喜歡跑來這個建築物哦 然後他爬上去哦 爬上去哦 然後下雨天的時候 打雷 嘿丟 他就站在壁雷在旁邊 他就變女巫 然後有一天 呃我要收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要這樣走過去的時候 我就一直聽到女巫的叫聲 嘿嘿嘿嘿 然後一直丟藥水瓶 我想說到底哪裡的女巫 然後往上看 天啊他竟然站在這邊丟我藥水耶 好可怕哦 然後我們 欸這對這個底下的 哈哈哈哈 成員又換了哦 我們鐵鬼複製機蓋完之後 我們可能要把這個農場 稍微圍一下啦 不然我每一次都要耕地 我覺得有點煩哦 哇那個真的好亮哦 哈哈哈哈 把一些垃圾拿出來吧 然後我們來準備 製作複製鐵鬼的東西 那我們複製鐵鬼的東西 放在哪裡 放在他隔壁好不好 那他要多長呢 我來算算看 1 2 3 4 5 比他算6吧 6格深 大概是熱一格去收集的地方 槍子這樣放吧 好啦你們不要在這裡 哎呦喂呀 要打到你們就很糟糕了 我不想打到你們 你們這樣子很煩 啊走開 走開 這是一般的鐵鬼 然後這樣子 放兩個史萊姆方塊 然後還要黏性活塞 放這樣 然後一個 聲測器 然後再隨便一個方塊 用這個方塊好了 然後上面放一個紅石粉 然後後面再接一個 紅石線路就可以了 我先把史萊姆球合成史萊姆方塊 哇這樣子夠嗎 感覺不太夠耶 那要把它分開 連著隨便都可以 看你心情 然後這個用動力 鐵軌 史萊姆方塊 黏性活塞 偵測器 嘿咻 偵測器的臉是朝這個史萊姆喔 屁股是朝後面 要記得 欸不對啊 我不是要一個一個的電路嗎 哇難過 這樣要怎麼拉 那個中繼器放這邊 反正它也不會往後彈嗎 所以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樣就好了 快瘋了 這個 村民可以不要一直這樣子嗎 這個地方就放這個 控制器 來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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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只有一個會彈 嘿咻 對啊 用我們的鐵軌複製機就這樣子完成啦 那我們順便把我們後面那邊的農地 把他用那個柵欄把它圍起來吧 要不然殭屍跟苦力帕的骷弓在這上面走來走去 哎呦這個殭屍也太多了吧 好啦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這一集做了發光鎂跟鐵軌複製機 那要順便把我們的農田給圍起來了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掰噗 哎那邊 啊 啊 掃到自己了 啊